遇到生活中的煩惱 你怎麼辦 在年輕的時候就外遇了 那等到這個老先生 他年紀大了 送去醫院了 二十多年沒見面的太太 打電話找他太太來 太太你要繼續維繫他的生命 那你後面就繼續要協助 支付這些醫療相關的費用 那太太思考五分鐘 就說好 走吧 鎖定每週六日晚上的八點 淨天電視台播出的綠郵金 看電視學知識 律師的中研 讓你受用一生